这个铁的事实证明 几千万年前地球就曾出现过文明 而且比我们发展的更好 不信你看正常来说 越上面的地层越年轻 而越深处的地层就越古老 我们可以把地层理解成地球的年轮 一页又一页地记载着地球历史 按照这个思路 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往下挖 那首先挖到的应该是几年前的废弃工具 再就是几十年前的战士武器 继续深入我们又会挖古代的历朝痕迹 甚至是一万年前的猛人化石 五万年前的猛马像 一亿年前的恐龙等等等等 以此类推 但苏格兰西卡夹角出现了诡异的萤幕 下层的灰色岩石是4.2亿年前的硬沙岩 而上层的褐色岩石是3.5亿年前的老红沙岩 发现者詹姆斯赫顿冷汗直冒 这根本就不是连续的地球夜马呀 中间的七千万年去哪里了 他给不出答案 只能把这个奇怪的现象记录下来 叫不整合面 起初以为是个偶然事件 但没想到这种情况世界各地到处都是 比如纽约北部地区的不整合面 华盛顿塔科马更新是年代的不整合面 华盛顿奥林匹克海岸的不整合面 加利福尼亚州死亡谷里的不整合面 其中亚利桑奈州大峡谷里的塔皮斯沙岩 覆盖在远古代的叶岩上 相差时间近达11年以上 还有蒙大拿州西南处的不整合面 图上这个女人两手之间 已经相隔了20亿的地质年龄 如果把地球当作是一本拥有460页的书 那么其中有整整200页丢失了 先前丢失的七千万年只相当于丢了七页 200页的历史 所以会是谁呢 当赫顿学派的地质学家鲍威尔带队来这探险事实 遇到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原始故事 霍皮族人 虽然他们非常原始 但他们的神学和世界观却异常发达 他们告诉鲍威尔 我们如今生活在第四世界当中 前三个世界分别因为人类的好战 自私和邪恶 被神用大火冰冻和洪水毁灭 在每次大灾难降临前 霍皮族人都会被蚁人朋友带着前往地心世界避难 因此他们躲过了前三场灾变 难道地层中丢失的时间 就是曾经三大世界存在的痕迹吗 可直到如今 我们从地底下挖出来的东西 依旧不能让我们满意 虽然偶有金氏之作令我们惊艳和差异 但我们深知 我们既然能用250万年的时间 从猴子变成如今的文明 那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中 整整有1840个250万年 究竟还有多少个像我们这样的文明 又或者是就像霍皮族人预言的那样 他们早已在前三场灾变中毁灭 静静躺在地底更深处等待我们去发现 可回头一看 那不正是远古时代时间深渊里的我们吗 世界很美好 感谢有你们